大家好 我是2015年臺灣文博會大使馮子嬌 這個活動從4月29號到5月4號已經開始了 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年活動特別的盛大 有三個展區 包括了有北邊的花博真彥館 還有我現在所在的華山1914文創園區 還有往東邊走的松山文創園區 在我旁邊的是華山展區的策展人羅老師你好 介紹一下這個主題吧 這次我們的主題館 華山主題館 其實重點是在工藝跟圖像授權 所以我們希望讓大家看到文創商品 它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它的源頭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利用數位的方式來串連這些 這些商品其實我覺得它到底在理解什麼 其實就是個台灣文化的地獄 才有辦法創造出這些商品 這次有500多家以上的全球18個地區的朋友來參展 當然很重要的是有30個亞洲新銳的作品等著各位 還有50多場的活動 你要知道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免費 所以各位歡迎你一起來品台灣 因為城市及展場 展場及生活 從現在開始到5月4號2015台灣文剝會 等你哦 一定要來 我來十分之間的 詞人們推出 趕快